真心话大冒险 男友的发小一屁股坐在她的腿上 问她有没有对自己心动过 男友不仅不推开 还宠溺的笑 我们俩的关系还需要心动吗 我黑了脸想起身离开 沈无又拉住我的手说 你不会生气了吧 这么小气干嘛 我们都是兄弟 闹着玩呢 求求大家关注 小斗爱睡觉 小斗跟你们是真玩哦 给小斗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哦 正文现在开始 周末 男朋友陈宇拉着我和他的发小 以及几个朋友们去野营 晚上闲来无事 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 沈无也就是陈宇的发小 选的大冒险 大冒险是吧 咱来个大的 沈无 在咱们几个男生当中 选一个表白呗 哎呀 你们别搞我呀 沈无笑了笑 看了一眼陈宇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她的腿上 陈宇 喜欢过我不 陈宇不仅没推开 还宠溺的笑了 我们俩的关系 还需要心动吗 其他人在一旁看热闹起哄 全部知我已经黑了脸 没想到沈无变本加厉 在陈宇的脸上亲了一下 还一脸不在意的 朝其他起哄的人得意的说 怎么样 这把玩的够大吧 真够你的 你是真敢玩啊 怎么了 陈宇我兄弟 其他人我可不乐意这么玩 沈无铁铁嘴 陈宇也在给沈无打人场 咱俩看不上眼的 就他们前后都是飞机场 一马平穿的 我跟他谈 还不如跟个男的谈呢 对嘛 沈无拍了一下陈宇的后背 然后勾住陈宇的脖子 我俩要留早就有了 还轮得到他现在才 谈个女朋友吗 期间哄堂大笑 有够没意思的 我起身要走 沈无却拉住了我的手 你不会生气了吧 这么小气干嘛 我们都是兄弟 闹着玩呢 我本来想死死的对回去 手机铃声却不合时宜的响了 我看了看来电显示 是小雅 我的闺蜜 抱歉 接个电话 说完 我回了帐篷 小雅问我玩的如何 我就将所有是一五一十的 都告诉了他 他说让我别走 等着他 他现在就来 回到他们中间 我对陈宇说 小雅他说也要来 可以啊 有男人不 凑齐了斗飞机呀 沈无立马来了进 哎 月月 我跟你说 我身边除了陈宇和这几个 就没男人了 有空你给我介绍介绍啊 沈无很自来熟的 搭着我的脖子说 我翻了个白眼 就你这段位 还需要我给你找吗 我大约做了半个小时的背景板 看着陈宇和沈无 以兄弟的名义 亲亲我我 小雅就来了 他还带了个男人过来 亲亲秀秀 丝丝纶纶的 戴着金丝边框眼镜 是我的学长彭亦凡 哟 还是大美男啊 沈无看得眼睛都直了 站起身走到彭亦凡面前 伸出手 你好啊 我叫沈无 月月的朋友 要不说他段位高呢 在我面前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他是陈宇的兄弟 在彭亦凡面前 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他是月月的朋友 嘖嘖 彭亦凡笑了一下 眼睛里像有星星似的 他绕过沈无 静止走到我面前 小雅说你无聊 我就跟着来了 没关系吧 怎么会 我笑着摇摇头 沈无有些难堪 收回手又走到彭亦凡面前 挨着他坐下来了 当然不会介意了 人多热闹嘛 彭亦凡没接沈无的话 倒是给我递了一杯热可可 晚上寒气重 给你热热手 这是我女朋友 陈宇看到彭亦凡对我百般体贴 皱了皱眉 表达不悦 你误会了 我只是把月月当妹妹 彭亦凡眼睛弯弯 笑得那叫一个柔如春水 天啊 以前怎么没发现 彭亦凡这道红不浅啊 我凑到小耳边偷偷问 你怎么把彭学长也带过来了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在我旁边 听到你受欺负就来了 你猜他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他说 像沈无这种人 就给他来治 哭 哈哈 我捂着嘴偷笑 人都来齐了 好戏就开场了呗 那我不得展示展示 我说 真心话大冒险还在继续 轮盘转到了我 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陈宇一男性朋友问 那就 我看了一眼沈无大冒险吧 今天都挺放得开啊 张勇拍了拍手 兴奋起来 在场的选一个和你跳双人舞呗 张勇是看着陈宇讲的 估计是想成人之美 让我和陈宇 借着这次大冒险和好录出 但我没有这个心思 我牵起彭亦凡的手 可以吗 彭亦凡明显一顿 他看了一下陈宇 然后才反应过来 就又换上了之前迷你眼的形象 我们在陈宇和沈无的注视下舞蹈 小雅则是拍手叫好 这把火给烧得更旺才行 一无以弊 我对陈宇歉就地笑了 你没学过跳舞 所以选了彭学长 你不会介意吧 我看到陈宇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 他抽了抽眼 摇摇头 陈宇肯定不会这么小气啦 沈无又出来做妖了 就是TAT起玩了嘛 我小时候和陈宇经常这样啊 哎 月月 你不知道 小时候陈宇光着膀子 给我跳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呢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沈无你有病吧 你又接我瞅 陈宇指着沈无大声喊道 却不像之前那样 对沈无百般宠溺 要说陈宇吃我的醋了 那是假的 充其量不过是我受到了别人的重视 而陈宇作为我的男朋友 却眨巴着眼干望着 气不过 此时沈无又让他出了仇 肯定心情就不好了 沈无被骂得愣住了 他大概也不会想到 沈无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他有病 沈无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陈宇不就跳个舞吗 你至于吗 陈宇的朋友们见状 干大的安慰道 哎呀 沈无说话就是不过脑子的人 都别往心里去嘛 这时 小雅也说话了 对呀 不能因为沈无情商 弟不会说话 饶了气氛不是 小雅你别这么说 我来了劲 沈无可能就是从小散漫惯了 其实这也挺好的 自然美嘛 不像我 又要学习琴棋书话 又要去我妈公司实习的 难道忙死了 我呀 很羡慕沈无呢 我又加了一句话 沈无气的脸都开始扭曲起来了 一旁的陈宇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知道 此时她肯定想问我 月月 你妈有个公司 你怎么没告诉过我 哈 这能和你说 月月 你家的事怎么都没和我说过呀 沈无问我 咦 你不知道吗 小雅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模样 月月的妈妈是月峰集团的CEO啊 我和朋友学长都知道的 月峰集团啊 沈无的朋友眼睛都在放光 她倒过了一下 坐在她旁边的沈无 哎 沈无 人家月峰集团大小姐不跟你计较 你还先计较上了 脸都丢进了 你这不地道啊 脾气这么坏 一点急然的 回炉重造吧 另一个朋友也随身附和 风向算是一边倒了 咦 沈无指着她朋友的鼻子 又看了看我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什么叫不就有几个臭钱 沈无也倒哥过来帮我说话了 人家可是大公司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 月月是我的宝贝女朋友 你可别在这找存在感 你如果还这么无理取闹 就趁早滚蛋 对不起 我开始善罢火了 沈无 你别说沈无了 都是我不好 我不想你们两个 因为我而吵架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沈无的 沈无又是你的发小 我想和他交朋友 打好关系 没想到沈无不待见我 可能是我不够好吧 沈无快给月月道歉 陈宇听到我这么说 一直拉扯着沈无 要求他给我道歉 但沈无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对着沈无竖了个中指 骂了一句沙笔 就自己回帐篷里了 陈宇被骂得愣了两愣 或许 是因为他和沈无 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翻过脸吧 陈宇的朋友见状 又开始缓和气氛 来来来 大家继续玩啊 不用管沈无 让他一边待着去 这样不太好吧 我皱着眉 沈无是因为我才生气的 陈宇 你去哄哄他吧 我没关系的 有小雅和彭学长陪着我 这哪行 陈宇一听到彭学长这三个字 瞬间警惕起来 沈无算什么东西 哪能和我的宝贝月月比呢 真的吗 我说 你这些话 要是被沈无听见了怎么办 我知道沈无就在帐篷里听着呢 就故意这么问 听见了就听见了呗 他那男人婆 谁稀罕 我听到帐篷里有东西落地的声音 应该是沈无在摔东西 哼 漂亮 小样 和我逗 晚上 我和小雅睡一个帐篷 忽然 我的手机亮了一下 是和陈宇关联TQ号的消息 之前我秉持着 要和陈宇有相对隐私空间 而没有过多关注他的账号 但当我看到那个消息栏 弹出熟悉的名字时 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 沈无给陈宇发了一大堆消息 陈宇 今天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但是你女朋友 我真的不喜欢 茶里茶气的 因为他 你对我都没有耐心了 好想回到当初 你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那时候多好啊 陈宇你个大坏蛋 重色轻友 孟玥玥也是 心思这么重 还和其他男人不清不楚 你还想不想要我这个兄弟呀 和孟玥玥分了吧 我也是为了你好 沈无这套 该怎么说呢 过于俗气了 我没理他 也没用陈宇的号回复他 真的没必要 然而过了一会儿 陈宇就给我发了消息 玥玥 你刚是不是等我号了 对不起 看来陈宇是真的被我家的公司吸引住了 否则 他怎么愿意和沈无翻脸 过来哄我 我想了想 回复道 我怎么会生气呢 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沈无姐脾气不好 是我总是惹她生气 对不起 陈宇看了我的回复 先是发了个抱抱的表情包 然后说 你等着 我绝对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玥玥 你等我呀 恶心巴拉的 我没有回复他 又过了一会儿 陈宇给我发了个截图过来 是他和沈无的聊天记录 在沈无发的这一大对话底下 陈宇回复了一句 给爷爬 陈宇 微笑脸 呼 我差点笑出了声 陈宇这人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既然他都自己献殷勤了 我当然要撂着他 以夺而未回 就让他心痒痒一晚上吧 第二天回学校的时候 陈宇把我拉到了一旁 玥玥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我保证 以后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正在这时 沈无找过来了 我趁机拉了一下陈宇的衣袖 别人都说 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陈宇抱了我一下 兄弟怎么能和女朋友比呢 假如你和沈无闹矛盾了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 站在你这边啊 沈无算什么东西 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沈无脸臭 我就心里暗喜 玥玥 走了 小雅来喊我了 来了 我说 回学校的第二天 我们要体测 我和陈宇 小雅是一个专业 沈无在另一个专业 好巧不巧 我们的体测时间挨得很近 沈无他们测完八百米后 就到我们专业 沈无老远的看见了我 很不情愿的和我打个招呼 看见陈宇手里拿了两瓶红牛 向我走过来 立马就凑到我面前 笑嘻嘻地向我问好 玥玥 好巧 沈无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哦 是啊 我说 你怎么也在这儿 陈宇看见我不太高兴 对沈无的态度也恶劣了一些 去去去 去找你专业的人去 凑过来干嘛 要饭啊 陈宇一向嘴臭 玥玥 你不要介意 沈无耐着性子大笑了一番 然后顺手拿起了 陈宇手中一瓶 已经喝了一半的红牛喝了起来 谢了 这又不是给你买的 陈宇瞪了沈无一眼 记得转账 转给玥玥就行 我没想到有一天 陈宇能把沈无呛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眼见的气氛越来越尴尬 沈无再次开启尬笑模式 他使劲地拍打着我的后背 八百米够呛吧 小女孩子都这样 柔柔弱弱的 坚持不下来不要逞强 我跑完后 在终点接你啊 你跑步很厉害吗 我问沈无 沈无仰着头 来了劲 哎 一般般吧 也就三分钟的样子吧 现在的女孩子都不锻炼 跑得可慢了 我就像个男的似的 哈哈哈哈 哦 三分钟了 我淡淡地说 沈无似乎对我的反应 不是很满意 撇撇嘴 上场了 他比平时发挥的还要好 我也上场了 沈无就站在终点边上 像是想看着我出丑似的 可惜啊 沈无对我的了解 还是太过于前表了 别紧张啊 加油打气 我没看他 加油 作为裁判员的彭亦凡对我说 当然 我说 枪声响起 我奋力往前跑 耳边只有风声 这是谁啊 怎么跑步这么厉害 对呀 对呀 沈无已经算是 全校皆知的长跑快了 他怎么比沈无还快 他好厉害 啊 我宣布 以后我的女神就是他了 对对对 沈无和他比起来 也太逊了吧 果然 跑步快的女孩子太帅了 我跑了第一 所有人跑完后 彭亦凡走过来问我 感觉怎么样 还不赖 我笑了笑 两分二十秒 彭亦凡指着他手里的计时器 孟同学 未来可期啊 此时沈无的脸 已经难看得不能再难看了 他走过来 挤出一个微笑 月月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你跑步这么厉害啊 月月可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你那半调子 还好意思在月月面前吹嘘 陈宇又来插嘴了 刚才就想告诉你 可你狗眼看不到人 根本不听我说话 陈宇竟然还说出了一丝委屈的网 啊啊 哦哦 这样啊 沈无挠了挠头 毕竟沈无接触的人少嘛 没见过像月月这么厉害的 一开始骄傲点也正常 是吧 沈无 小雅刚休息好 听到我们说话 也高低来了两句 不知者不过爱吗 我配合着小雅 笑得更灿烂了 沈无 以后你要是想训练跑步 我可以带带你 沈无没有说话 扁扁的像印度飞比 体测后 陈宇跟我说 让我晚上在他指定的地点等他 他有话要对我说 正巧 这荒唐的男女朋友关系 我是一刻都不想维持了 我要和他断个彻底 我答应了 晚上 我顺着他给的地址 去到了一个名叫 和顺酒家的大餐厅 这餐厅我知道 背靠彭氏集团 全国连锁 餐厅里靠角落的位置 我一眼就看到了陈宇 当然了 还有坐在他旁边的沈无 月月 在这 沈无在向我招手 我走了过去 挑了个和他们对立的位置坐下 要和我说的是 和沈无节有关吗 我直截了当地问陈宇 嗯 不是 陈宇黑黑笑了两声 他就是这样啊 我插了陈宇的话 那是不是说正事啊 总不会是谈感情上的是吧 三个人一起谈 虽说是想和陈宇做个了断 但一看见沈无 我就忍不住要装模作样 让沈无难堪 陈宇还没开口 沈无道先开口了 哎呀 月月 你也别怪陈宇 陈宇和我待一起待惯了 没有我不习惯吗 你要是介意 我走就是了 当然不会介意了 我眨眨眼 如果是说正事 多一个人也好一点吗 嗨嗨 陈宇干咳了两声 朝沈无道 就你哥这屁话最多 月月说的对 我俩情侣之间约会 你来凑什么热闹 你个老逼当 沈无一脸黑人问号脸 我这不是 凑巧遇见你就跟着来了吗 我们这么多年情分 坐在旁边怎么了吗 你小时候上厕所我都看着 现在谈个恋爱就跟不得了 沈无你踏马弱智吧 陈宇一拍桌子 愤愤的说 还是说 你把我当智障 小时候能和现在一样吗 陈宇 沈无也发火了 今天就在这说清楚了 你要他还是我 陈宇顿了顿 没说话 沈无 你别瞎闹行不行 陈宇语气软了几分 还带着点恳求的意味 好啦好啦 我拍了两下手 没关系 让沈无坐这吧 还是月月体谅人 陈宇笑着看我 呵呵 我可不是体谅你 让沈无几眼的目的已经做到了 沈无留不留下都无所谓 况且 刚才我似乎看到了彭一帆 这下又有好戏看了呢 果不其然 过了几分钟 彭一帆端了菜品过来了 哟 好巧啊彭学长 你在这兼职 陈宇看见彭一帆 拖有要落井下石的意味 月月 好巧 彭一帆先是和我打个招呼 然后转向陈宇 是啊 过来打小时工 小时工没多少钱吧 陈宇又说 对呀 彭一帆眯着眼笑了 哎 那也赚不到钱啊 沈无也凑上钱说 嗯 没钱 彭一帆说 陈宇窃喜 他挑眉问彭一帆 要不坐会 不了 小时工还没到点呢 彭一帆摆手 走了 我还以为彭一帆家里很有钱呢 沈无一脸嫌弃的说 哎 月月 你怎么和这种人来往呀 呼 这种人 你指的是 我假装听不懂沈无的话 问道 就是穷鬼呀 沈无拍了拍我的肩膀 穷鬼 彭一帆吗 我笑了 对呀 虽我之前还挺喜欢他的 沈无吃了一口花生米 又猛灌了一瓶啤酒 气 穷逼 我不动声色的微笑 眼睛瞟了一眼彭一帆 正巧对上他的眼神 他眯着眼 笑得叫人猜不透 我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说彭一帆是穷鬼呢 这场饭局还真是没来错 沈无刚开始似乎对我有急事说 这回又不急了 像是特意等着彭一帆下班似的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 彭一帆向我们打个招呼要走 沈无赶忙拉住他 一起坐下吃吧 都是朋友吗 句一句 彭一帆也没拒绝 答应了 他还是笑得怪甚人 总之 沈无估计没啥好果子吃 来 彭学长 你试试这个 沈无很殷勤的给彭一帆加菜 这个是上等厨艺 沈无看向彭一帆 小本生意罢了 没什么可说的 小本生意 摆地摊案吗 沈无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事后又道歉说 我就是心智口快 你别介意呀 怎么会 彭一帆说 哎 彭学长 你这鞋不是限量版吗 跪着呢 陈宇属实是想故意让彭一帆出丑了 你这高仿 好看吗 彭一帆笑问 哈哈 好看 好看 陈宇笑得很假 谁都看得出来 沈无撇撇嘴 我突然就想起来啊 以前我一酒肉朋友 就派着找个有钱的女朋友躺平 你猜后来怎么着 陈宇屁了彭一帆一眼 继续说 他现在在饭店后厨打杂 1500一个月 听说昨天还被炒鱿鱼了 所以说啊 别想着自己没钱 还找有钱的女朋友 首先你根本就找不着 彭学长 你说是吧 彭一帆晃了晃杯子里的酒 抬头说 对呀 特别是吃着碗里 还想着锅里的没钱窝团费 这种最要命了 陈宇被噎了一下 闷了一口酒 这种人最讨人厌 我附和 这么一说起来 彭学长好像从来不注重打扮呀 沈无又开始作妖了 是懒得摆弄 还是 我不太注重这些 彭一帆说 陈宇给沈无添了酒 人家都出来打工赚钱了 你说呢 总是戳别人痛处 你呀 要改改这个毛病了 沈无闭一只眼 吐了一下舌头 哎呀 忘了吗 和你在一起 你不是可以给我兜着吗 喂喂喂 这样算是明着讽刺了吧 真的好吗 我看了一眼彭一帆 只见他笑得更腹黑了 我不自觉打个寒战 半局差不多了 陈宇这才想起他的重要事 他将一个花环戒指递给我 月月 我们之前有太多误会了 我想借着这次机会 和你重归于好 我想说的是 和我永远在一起吧 好吗 沈无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他简直不敢相信 陈宇说的重要事 是向我求婚 也对 我们才大一那 哪有这么早就求婚的呢 无非是看中了我家的家底罢了 我怨然一笑 不好意思 我拒绝 为什么 陈宇皱着眉头问我 他看向彭亦凡 诡异地笑了 脸皱到了一起 你不会是想和他在一起吧 刚才你不是也听说了吗 彭亦凡家里头没钱 穷得叮当响了 他就图你钱呢 你不图 我觉得好笑 至少彭学长长得比你好看啊 陈宇 之前是你追的我吧 我也说了 我对你没感觉 不来电 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没关系 可以处处看 就算我不喜欢你 你也无憾了 我答应你了 那你呢 你当着我的面 和沈无搞暧昧 你这招玩得挺花呀 我嘲笑地望着他 某位采缝刃机的 都没你能吧 月月 我知道我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不行 陈宇在恳求我 陈宇 你个没脸没皮的 沈无扯着陈宇的衣服 你干嘛这么求他呀 和我在一起 你很丢脸吗 你上赶着凑什么热闹 陈宇一把推开沈无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没有你我不行啊 月月 你就当施舍我 我凭什么施舍你 凭你没钱 凭你没帅气的脸 还是凭你会当着我的面 搞暧昧啊 那他又有什么 陈宇发了疯似的 指着彭亦凡 他就一破打工的 陈宇刚说完 酒店的总经理 就敲门进来了 他毕恭毕敬地 弯着腰对彭亦凡说 少爷 我听到包厢里吵 所以过来看看你 没什么事 彭亦凡泰然自若地 看了一下 此时愣在原地的陈宇 不过是 有人发酒疯罢了 那 刚才您吩咐上的菜还上吗 彭亦凡装模作样地 思考了一下 然后问向陈宇 他们是聊得太兴奋了 全然没发现 上了他们菜单上没点的菜 好笑的是 陈宇让彭亦凡多吃点 说以后就吃不到 这么昂贵的菜的那道菜品 正是彭亦凡吩咐上的 而且 这道菜是全场最贵的菜品 估计他们也吃不下了吧 我说 别上了 不能浪费啊 那行吧 彭亦凡向经理指示了一下 经理又鞠了一躬 走了 哦 对了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彭亦凡敲着二郎腿 手摆放在腿上 陈宇没说话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刚才说的应该是 我洋装思考 就一破打工的 哦 彭亦凡点点头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就一破打工的 闲的时候来我爸 投资的饭店打打下手 没有钱 自愿的 肯定不比你们好 你不是说你家就做的 小本生意吗 沈吴指着彭亦凡惊呼 这叫小本生意 对呀 小本则是菜单吗 小本 生意 彭亦凡一脸无辜 不值一提 好了 和你们也没什么可聊的 彭亦凡拉着我站起身 请问 陈宇先生 我现在可还够格成为 月月的男朋友 你 我 这 陈宇此时是震惊 暴话都说不好了 今天这桌我已经免单了 想要你们两个识趣点 以后别来找月月麻烦 彭亦凡说完 拉着我走了 剩下陈宇和沈吴两个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瞪小眼 傻了眼 刚走到楼下 沈吴就追了上来 彭学长 他拉住彭亦凡的衣袖 刚才说我说错的话 朋友一场 你不要介意吗 朋友 彭亦凡甩开沈吴的手 故作惊讶的说 我和你很熟吗 这 不熟 那 那可以慢慢变熟啊 沈吴凡上前拍着彭亦凡的肩膀 我和男生玩得多 也不像其他女的 只会哭哭啼啼 哼哼唧唧的 你们男生喜欢什么 我都清楚 我们应该会聊得来的 哦 对了 要不今晚回去就开一把 彭亦凡皱了皱眉 再次甩开沈吴的手 我说过了 我和你不熟 你再碰我 我就要告你性骚扰了呢 沈吴学妹 别叫得这么生分吗 沈吴有些着急了 她开始扒拉我 月月 你也说说话呀 我真的就是心直口快 刚才在饭桌上 没想要贬低彭学长的 我冷冷地甩开她的手 我也和彭学长的意见一样哦 我呀 和你不熟呢 沈吴张了张嘴 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走吧 彭亦凡拉着我要走 没走几步 沈吴又追了上来 彭学长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孟月总在背后 和我们说你的坏话 她就是绿茶表 你确定要和她在一起 也笑了 我挑挑眉 看向彭亦凡 你信吗 你觉得呢 我们相视一笑 沈吴见不起作用 直接急了眼 走上去就扇了我一巴掌 你除了会勾引人 还会做什么 明明是我先看上彭学长的 凭什么给你接足先登了 彭亦凡见爸 狠狠地回扇了沈吴一巴掌 还别说 这一巴掌是打得真狠 她的半张脸都红肿了 按理说 我是不应该打你的 毕竟我是男生 彭亦凡眼睛一瞇 嘴角一弯 但是呢 守他自己没忍住 不好意思了 还有 我很早就想问你了 月月和陈宇谈的时候 你天天凑上去算什么呢 可别说我和他只是兄弟 这一类的话 同性兄弟还必闲呢 你算什么 上赶着给陈宇做备胎 可惜了呀 彭亦凡继续说 就算是备胎 陈宇也不稀罕要你 哦 对了 我记得网上对你这种人 有个词概括总结的 叫什么来着 彭亦凡望着 沈无铁青的脸 笑得更灿烂明媚了 你也忘了吗 哎呀 好可惜呀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彭亦凡说 沈无 敞开了说吧 我凭什么要和你谈呢 你有月月的气质吗 有她的好脾气吗 有她的过人之处吗 我从你身上 看不到任何优点 再说了 刚才在饭桌上 你不是也说了吗 现在有钱才是王道 没钱狗屁不是 那么请问 你和月月相比 经济实力强在哪里呢 我记得陈宇说过 人啊 要跪在有自知之明 可我看你 连礼仪连耻都没有呢 嗯 这样吧 我让别人开个班教你 可以打折哦 你 沈无气的整张脸都红了 你什么 说得更难听 更直接写 你扮成男人婆接近男人 不害臊吗 又羞耻吗 你这不是恶先人吗 就好比猪篮里的母猪 修个指甲 就以为自己是宠物猪了 但一身你往别人身上凑 这不是找抽吗 就这种嘴脸还白谱 这不是欠打吗 什么都不知道 就自己瞎了眼 到处贬低别人 这不是弱智吗 没有金玉其外 还败蓄其中 装无作样 无视生非 挑嘴弄舌 害人不浅 厚颜无耻 这不是有病吗 有病就去治啊 别像个疯狗一样 讨出来祸害别人 不然大家都会感到困扰了呀 沈无 你说呢 沈无跺了一下脚 想回队 又找不出话来骂 说服个软吧 他看到我又实在不想认输 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这下他俩应该彻底 不会找你麻烦了 彭亦凡说 谢了呀 彭学长 我说 为了帮我 还让你假扮成我的追求者 嗯 要不 我请你吃夜宵 那 要是我请你吃的话 咱俩算不算是约会了 彭亦凡抚摸了一下我的头 宠溺的笑 哈 我愣了两愣 反应过来的时候 彭亦凡已经在路边 给我买了根糖葫芦了 给你 彭亦凡将糖葫芦递给我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刚有风 没听着 我玩耳 我是说 荣幸至极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